蓝姐 你说你一个女人 跟M男人干一样的力气活也就算了 怎么连肉都舍不得吃啊 蓝姐她这工孩子上学 蓝姐的儿子 她考的可是名牌的 以后毕了业 蓝姐可是要跟着一起小活了 那可了不得了 蓝姐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么争气 蓝姐可真难得 我还有闺女呢 闺女 小手走丢了 你们看 蓝姐你也别灰心啊 放心肯定要找回来的 你们几个 我这里有一车水泥要泄 四十吨两千块钱 你们谁干 我 我 我可以 让给蓝姐吧 蓝姐缺钱 我这可是四十吨的 你一个女人 搬得完吗 搬得完 你看 全是蟹子肉 没问题 蓝姐可以的 放心吧 赵总 行 不过 我可提前跟你说清楚 这个楼盘 是鼎盛集团的 他们的董事长 是出了名的严谨 天黑之前 如果搬不完 那么就双倍赔偿的啊 肯定能搬完 行 就你了 走 蓝姐蓝姐 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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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了兄弟们 老板 都干完了 你可真有事 你那些男的还能干 以后有活 我还找你 好嘞 来 我给你扫码 谢谢老板 恭喜发财 那你去忙吧 二三 这个月生物费 不够就跟妈说 辣子手机 要不是手机太高 我怎么能输 一分起包 充值六九八 什么手机 妈 二十米 您到底在哪 喂 儿子 你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 我刚才 不小心给睡着了 我手机坏了 给我买个新手机 怎么好好的 手机就坏了呢 再修修不行吗 修什么修啊 我同学们用的都是新手机 你让我用这个货手机 我不要面子呀 以后我还怎么找个仙啊 行 妈给你摆 还是少了点 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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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啊 找妈妈有钱了 一定会去找你的 老板 这种拿台iPhone16Pro Max 我要1T版本白色 好的 您稍等 您看看 姑娘 这个多少钱呀 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九 再送一个上次 要一万四啊 是的 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手机了 有一价 没有优惠 姑娘 要不我们换一个吧 这太贵了 我们买不起 干嘛呀 不是说好了给我买的吗 儿子 这太贵了 咱们看看别的好不好 你看那么多呢 这边 不是 你给我发钱就嫌贵 你是不是又想把那钱拿着去找我姐啊 不是 这手机实在太贵了 我不管 我就要这个 换一个 我不管 我就要这个 听话 咱们去 老板 是这样的 他们 小伙子 你看看这款手机啊 价格呢 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活着 性价特别高 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别说 我说过了 我叫的是iPhone16和mine 你可凭什么给我别的呀 你是不是看不起人 你干嘛 你给我下床 否则我报警啊 你给我下床 付完钱再扯 否则我报警啊 老板 这小小气 小小气别报警 这手机 我买 我买 阿姨 这样的儿子 你惯着他干嘛啊 要我说 就应该给他送进去 安静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辛辛苦苦在工地赚的血汗钱 就给他账浪费掉了 这手机嘛 能打电话 能上网 不就行了 还我要iPhone16 Pro 卖了 这要是我儿子 高低我把他嘴打断 孩子爸走得早 我一个人在工地上干活 缺少对他的教育 但是我跟你说 他是个好孩子 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呢 要怪 都怪我没本事 让他在同学面前丢面子了 来 这手机啊 我买 不过这钱 多少还差点 这样 我给您现货 不要钱 您收着啊 行了 这钱呢 你拿回去 正好 我工地来了一滴水泥啊 你给我卸完 就两千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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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秦月 这不是最新款的iPhone16 Pro Max吗 这也太漂亮了吧 这得多少钱啊 没多少钱 也就一万四千多块 一万四啊 想不到啊 咱宿舍竟然出了一条金龙啊 咱要不以后就叫你秦少的 对 就叫秦少 秦少 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 这么有钱 我们俩一个月生活费才一千块 一千块 你们真牛 一千块都不够一天的生活费的呢 你们俩 居然能花一个多月 吃 不过 既然给我一个宿舍 以后我的零食 你们俩随便吃 以后 秦少所有的作业 我全包了 行 秦少 那我也一样 手机算什么呀 我在这边上学 我妈还特意在江城给我买了套别墅 秦少 你妈还缺儿子不 要不我这点干妈 我也行秦少 我也可以 去你的吧 秦少家既然有别墅 那咱们周末的party 要不在你家等 顺便 你让我们瞧一瞧大别墅 秦少 到时候再多叫几个妹妹 让他们也跟着掌掌见识 那周末就带你们来一起掌掌见识 秦月 这别墅可是鼎盛集团旗下最豪华的 刚俊工做完开荒宝洁 家具齐全 租一天 找一万块 还包一顿晚餐 绝对无朝所值 你犹豫啥呀 这别墅对外售价三点五个亿呢 这可是你女朋友我呀 给你的友情价 莉莉 我俩从大学开始好这么长时间了 便宜点呗 不能再便宜了 最单纯了 我这个月提成有了 好吧 那就住这套别墅 我带见花家 儿子 妈 我要报个补习班 需要一万五千块钱 儿子 这个补习班能不能缓缓了 妈这手头实在没钱 行啊 既然你不想让我上学的话 那我就不上了呗 哎 别别别千万别 哦 妈来想办法 谢谢 今天就给你转过去 啊 好 有肠 有肠护注线血 四百cc 两千五 正常价格是一万 但考虑你是稀有血型 就是给你一万二 以后可以成功 真是疯了 真是疯子 你自行收一千六百cc 差不多身体一报险 真是不怕死 我 钱哪 莉莉 别说我租了啊 嗯 我给你转钱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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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 啊 他二叔 你最近手头宽裕吗 杠上开花 请你这孩子最近需要抱个补习班 缺点钱 喂 蓝姐 你托我找工作的事有眉目了 海峰别墅急招一个小时工 太好了 太大事了 我这就过去 秦少 这就是你家的门树吗 好漂亮啊 这也太大了 这沙发也太舒服了 秦少 这得多少钱啊 这些小玩意儿啊 都是我们安排的 没多少钱 我从来都不认这些 东西嘛 哪有什么交配啊 秦少 你自己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会不会无聊啊 要不我来陪你一起住 秦少我也可以 走 小玩饭再说 这小子不是有你工吗 女人吧 哪有钱多的 我还吃葡萄 孩子一定要给我刷嘴气了 客人要什么满意了 到时候我还是要扣你工去 我知道了 我肯定刷得干干净净的 行行行 别磨磨唧唧吧 海参鲍鱼扣鸭掌 这是采用日本顶级海参鲍鱼搭配而成 各位趁热吃 你去 把这道菜给我弄过去 过去给收个人 好 鸡神 上个菜磨叽什么呢 就是啊 赶紧上菜啊 磨磨唧唧 磨磨唧唧 快上菜 肚子都饿扁了 对啊 端上来呀 爬上来呀 磨磨唧唧唧 对啊 大家都等着吃呢 来来来 尝尝 老太婆 你讹我们秦少是吧 大家可都看着呢 是他自己找的啊 就是 秦少你别生气 这老太婆交给我们俩 去吧去吧 醒醒 醒醒啊 讹人是吧 讹人是吧 讹人是吧你 好像我是装的 真是麻烦 先吃 我带着老太太去他们医院 你过来搭把手 医生 他怎么样 病人长期营养不良 加上贫血 身体内多个器官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不是很乐观 需要住院治疗 你是病人家属 你看我像病人家属 我就是路过看到他昏迷 好心给他送过来 现在社会上 像你这样善良的人可不多了 医生 那 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 我们会想办法联系病人的家属 他这个病 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啊 他这样看着就行 医药费 我们先垫付一步 如果他家人长期不来 只能通过众筹 看看能不能帮助自己 只能通过众筹 看看能不能帮助自己 刚才那真是吓死了 就是 没事 这事我欠多了 秦少 你家那个庸人没事吧 别提了 那老东西住院了 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联系不上他家 这不是摆明 要额秦少你吗 他要是敢额你 我去找他 我也烦着呢 这事要是让我妈知道了 又少不了一顿批评 不过还好 那老东西大儿子 给他发了个重筹 那个你们也帮忙转发一样吧 好 那你发群里吧 好 杜总 这个月海峰别墅的租用率 和销售成绩报告 这个月海峰别墅的租用率 达到了85% 相比上个月提高了10% 我们卖出了三栋别墅 总成交金额达到了5亿 成绩斐然 不错 看来我们的销售策略纵向了 这段时间大概辛苦了 杜总您名刀有方 反对赞表现出色 售罗业绩不错 对了莉莉 往年 我们是拿售罗业绩的20% 作为慈善激进的捐赠给养老了 今年增加到30% 捐赠给有需要的老人 帮助他们改成生活 杜总 你这是菩萨心肠 能帮到那些老人 真是太好了 我一个世纪大专生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影响力 莉莉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小时候 我被人贩子管 在我逃出魔爪 之后 一个人白手起家 只要你愿意学 愿意干 总有一天 你也会坐到我的位置上来 谢谢杜总 我会努力的 好好干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了 嗯 我马上就去 您已捐款五万元 这是厄运专召苦命人 马上专跳戏数段 那 二十年 您到底在哪儿啊 这些人怎么这么可恶啊 全都十块八块的捐 咱们掉花的呢 喂 秦玉 我手机每天工作消息太多卡都不行 我该换手机了 手机还能用吧 没必要换啊 好 秦玉 有本事你别找我 哎哎哎 莉莉 莉莉 你等等等会儿 你妈走了没 沐风九点五一七号房 带着你的新手机一块儿来 得嘞 没问题 嘿嘿嘿 哎 阿姨 您先别动 您现在还虚弱呢 这书院得花多少钱 阿姨 钱的事您又不用担心了 送您过来的小伙子 给您开通了众筹 有爱心人士的捐款 您呀 就好好养病吧 你说的是小韵是吧 原来是我儿子 特别孝顺 原来是儿子 孝什么屁 连亲妈都不认 阿姨 您先好好休息 哎 世风日下呀 这都啥人 老太太这么可怜 捐点钱都不愿意 这个世界真的没完 猪闹啥呢 我说你 真漂亮 谁也这么扫兴 是你妈 快接电话吧 烦死了 等着 一会儿来办了你 嘿嘿嘿 喂 儿啊 医院的父母不能再拖了 催催催 快死了 嫌我爷催命啊 儿子 医院的费用 你重筹那边有消息了吗 医院的费用 真的不能再拖了 我刚才听小胡子说 你那边有重筹的钱 要不要听着你在说什么 我还在上学了 我哪来的钱 那重筹 那重筹能收几个钱 能有十块八块的 就不错了 儿啊 要不你先来医院吧 给我办个出院手续 这个钱的事 我来想办法 你手脚好了 自己不能办吗 医院还得我陪着 医院说要有家属签字 才能办理 行行行 明天我过去一趟吧 儿子 妈求求你了 你现在过来行不行啊 这多大一天 就有一天的钱啊 啊 阿姨 您的收据 好啊 明明有钱还跟我要 哪有你这么大妈的 儿子 这是我刚刚跟人借的 每次你自己用钱 还有这些年 你条姐姐的费用 都说是借的 一轮到我要用钱了 就给我喊穷 是不是在你心里 只有姐姐最重要啊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 不是啊 儿子 你看 这手心手背 都是肉啊 都疼啊 为了你帮我 我愿意做任何事 哪怕是去死 愿意为我去死是吧 好啊 那你就把这个保险 赶紧去死啊 死了还能赔上我一百万呢 你真愿意让我去死 你看 你刚刚自己还说愿意去死 我怎么就信了你 这么跟我吵儿子 你还抱怨去 你有什么资格抱怨 你把我生下来就得对我负责 是我让你把我生下来的吗 是我让你把我生下来的吗 小声点 愿禁止心花 你爱我 那这不能给我看 你干什么 我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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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妈妈 我想吃薯片 好 妈妈给你买 耶 以后好好一定会好好笑声妈妈的 真棒啊 妞妞 妈妈辛苦 妈妈洗脚 好 哇 好舒服啊 乖儿子 你说你一个女人 各来我们男人干一样的力气 我也就算了 怎么连肉都吃手机 使用拿他iPhone16 Pro Max 我要1T版本来 造补西班 需要15000块钱 你上个餐磨叽什么呢 你是别人家属 你看我像别人家属吗 那你就把这个保险的签了 赶紧取死 放开我 也许这才是解脱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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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部都吃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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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听一下 阿姨 这个最好 我想 阿姨 李院长 他怎么样了 病人情况有些复杂 贫血加湿血 他需要大量输血 否则会有生命滋味 那就安排输血啊 所有的治疗费用我来承招 病人血型稀有 血库内暂时没有对应的血型存储 从外吃血库调用 最快也要三个小时 我怕他撑不过去 不要太担心 我们有病人儿子的联系方式 我这就联系他儿子来做血型匹配 好 杀 把这种杀了 大爷抢龙了 大爷抢龙了 大爷 我他妈是你祖祖 孙子你着急投胎 一直给老子打电话 是秦玉先生吗 我们是人心医院 你母亲秦兰芝刚刚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现在生命危在旦夕 需要您立刻来医院一趟 那就让他去死啊 那就让他去死啊 秦先生 子女对父母有应尽的赡养责任 对于年老患病生活困难的父母 拒绝赡养义务 情节恶劣症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少吓唬 也有不是吓大的 你母亲出了车祸 现在急需输血 不是 你等一下 我妈出了车祸 是被人撞了吗 是的 那 是对方权责吗 是 目前事故责任需要警方刊定 但就你母亲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对方权责 你等着我 我马上到 人呐 先生 你小点声 要不要跟着我妈 你起个谁吧 就是你撞了我妈是吧 告诉你 一千万 少一分钱 今天别人走 秦先生 现在不是讨论赔偿的时候 你母亲现在躺在手术室里 情况十分危急 需要立刻手术 那就手术啊 缺钱是吧 找她呀 她全责 你母亲之前贫血性休克 是在我们医院治疗的 嗯 对啊 她现在各项生命体征数据非常低 急需输血 她是珍惜血型 考虑到你是她的儿子 血型匹配测试后 需要你的配合 啊 我算是听明白了 闹了半天 你们是想让我输血救她是吧 是的 不可能 告诉你 我的血型稀有 浪费一滴 那都是对我本人的不尊重 她现在车祸需要多少血 让我救她 你想把我抽干啊 你先别着急 适量现血 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危害 我们已经从其他血库 紧急调去 你不用说了 我是不可能献给她的 我这血拿出去卖 也比白白公鞋在这儿好 秦韵 这里面躺的可是你亲妈呀 谁规定是我妈 我就一定要救啊 不好了 不好了 丁业心里急速下降 不好了 丁业心里急速下降 秦先生 你听到了 你母亲现在情况十分危急 她需要你的保重 要不是我撞的她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谁撞的你找谁啊 我告诉你啊 我妈但凡有个三长两管 你就等着吃官司 你 好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钱 我可以给你钱 只要你同意现血 刚刚在楼下看到她的豪车 这女人应该挺有钱的 如果我妈真死了 估计最多已经赔偿个百来万 要是活着一直好不了 这她狠狠地交的一笔 给我两百万 我就同意给她现血 两百万 你疯了 李院长 行没问题 我给你两百万 马上安排血型匹配测试 院长 化验结果出来了 不匹配 这不可能啊 是不是检测结果弄错了 不可能 绝对没有弄错 谁是 她是RH阴情学 她 她是RH阴情学 没错 我是啊 我可以说 走 快给我去手机试 站住 闪开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是谋杀 钱呢 我的钱呢 什么钱 刚刚说好的 两百万买我的血钱呢 你 检测结果你也看到 你的血腥根本就不匹配 没有用你的血 凭什么给你钱 这是什么 这不是血吗 那咽血瓶子里装的不是我的血吗 我得吃多少东西才能补回来啊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止之 简直是无赖 我不管 这血呢 我是陷了 今儿这两百万要是付给我 谁也甭想进家 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混账的人 来来来来 往这打 打往这打 来人呐 快看呐 医院医生打人呐 算了 别跟她一般见识 救人要钱 你要钱是吧 可以 二百万 自提 滚 没问题 没想到我妈的命这么值钱 二百万 说给就给了 猜什么呢 忍一下 可能会有点痛 妞妞 真棒啊 妞妞 小心一点啊 妈妈辛苦 妈妈洗脚 好 好 哎呀 哎 哇 好舒服啊 哈哈哈 哈哈 这大城市就是好啊 都好看啊 是啊 这楼可真高啊 爸爸爸爸 我想吃糖葫芦 你那乖 爸爸听着喊 糖葫芦 等一下 您好 您知道人心医院怎么走吗 人心医院啊 你算是问对人了 我之前来城里看过病 你看前面那个路口 过了那个路口 然后再过三个红绿灯 往左拐九道头 然后往右拐就到了 您啊 要不您给我画下来吧 我这人笨 记不住路 我画下来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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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孩子呢 妞妞不见了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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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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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我就说你更在乎姐姐 你还不承认 连做梦都在喊 我没有 什么呀 这儿子也太畜生了吧 这视频是假的 有人污蔑我 别乱传了 你要是再现场 铁定一个大嘴巴 不行不行 越看越起 我都像人肉这个畜生 一群笨蛋 这都没听出来 这儿子真的是畜生 不如我 你好 我是杜女士的 保险工作人员 方便出来聊一下 好 妈 我先出去一下 是这样 秦先生 我们调取了 杜女士的行车记录仪 上面清清楚楚的 记录了本次是 你母亲全 所以关于后续的 治疗费用 我们保险公司 将不会支付 还有 我们有调查到 您刚刚为您的母亲 齐兰芝女士 购买了巨额的人身 意外保险 所以 我们有理由怀疑 此次事件 是一次严重的 骗保 你说谁骗保呢 你见过谁用 自己的命骗保啊 是不是骗保 行车记录仪力 记录的清清楚楚 你要觉得不是 可以随时叫警察 让他们调取证 还有 既然是您母亲 选择 我们要求您退还 妒女士店服的 医药费 十三万七千元 你说什么 你再跟我说一遍 你需要退还 杜女士的 十三万七千人 否则 我们将依法起诉 您明白了吗 十三万 你怎么不去抢 我怀疑你这是在敲诈 这十三万 如果我们今日没收到 那我们只能走法律途径了 对了 我是鼎盛集团的保险 请问您 好好考虑一下 鼎盛集团 杜雪 鼎盛集团杜雪 还我母亲命来 大喜欢 咱们董事长不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居然赵氏逃逸 杜雪可是时代杰出结架 他空口跌造 等我乌虾撞 未必不是真的 这是的 知人知面不知心 鼎盛集团董事长 赵氏逃逸 还我母亲命来 顶 先生您好 有什么事可以到这边降台 请不要大成宣华好吗 怎么了 他敢做不敢认吗 鼎盛集团董事长 赵氏逃逸 还我母亲命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是一个双龙结构体 搭成的L形状 相信大家已经看了我们的资料 对其已经有所了解 大家看 后面的一个 蜜蛛体的话 如果说 我们只增加 只有一个二十厘米的 是远远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沈总基总 你们这是 我看今天就到这吧 杜总您还是先处理好 您的私事再做吧 杜总 杜总 你把他给我盖上 去 你知不知道你的造谣 让我白白丢失了 价值三个亿的订单 你要怎么赔啊 我说的是事实啊 你丢了客户是你人品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和我妈孤儿孤儿的 你现在让保险找我要钱 那不就是在谋财害命吗 你 杜总 要不要送他进这罢局 欢眠 那个悲壮的阿姨怎么样了 已经脱离危险期 还需要住院再观察一周 没什么大碍 就可以出院了 只是 只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的血液红细胞 高度品配 小雪 我知道从上大学开始 你就一直在找妈妈 有没有可能 欢眠 麻烦你帮我跟他 做个亲自监定 你的话意 也是我所想的 好 这件事情帮我保密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没问题 如果齐兰芝是我母亲 那她 就是我弟弟 算了 你回去吧 我会联系保险公司的 谢谢杜总 阿姨 你身体还没恢复呢 真的不能出院 小姑娘 你就让我走吧 我自己的身体 比谁都清楚 我没事 阿姨 我没事 阿姨 快来人呐 阿姨 对不住了 没事没事 不好意思 你看看 平时总说什么身体不舒服 现在给你弄到医院来治疗 你又不好好待着 你这不是没口硬吃吗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不交 我为什么要来做他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吗 我是为了你 你出了车祸 我还只是个学生 我要不趁这机会 滚得多要一点钱的话 你出院之后的营养费 从哪弄的 我一学生想要挣钱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 还有那保险的事 你以为我给你买个保险 是为了逼你去死 我是担心你 现在这个家 就剩下咱们孤儿寡母 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看 我给我自己也买了一份保险 受益人写的是你 如果那天我要是有个什么意外 你也不用担心养老的爹 我对不住你 我错怪你了 对不住 老板 喂 七姐 我看你一个人拉长还这么不容易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搞我吧 说好的暗示 你把我这笔材料弄完 抵掉手机的钱 但是到现在 你都都没跟我动啊 老板 真是对不住了 我差两天住院了 我马上就去办公业手续 我正就给你搬过去啊 等 我等得起 人家顶向其他等得起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不能按时完成 那是有双倍赔钱的 那个 儿子 妈知道 你手头还有点钱 你看 能不能先借给我 我身体没有恢复呢 等我好了 能下地干活了 我挣到钱 马上房给你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我还是个学生呢 你怎么老盯着我要钱啊 不是儿子 不是药 是借 妈会还给你的啊 行了行了 我学校还有点事 明天走了 赶紧再来看你 那边那边 我去那边 走 看 走吧走吧 走 快点 走 快快快 打把手 打把手 快快快 篮姐 篮姐 你不要命了 你都这样了 你还来工地 别管我 没事 哎呀篮姐 你那个儿子 简直就是个混蛋 你身体都这样了 他也不管管 这是鉴定报告的结果 妈妈 我来接您回家了 快快点 哎呀篮姐 要不这样吧 你就赶紧先回去 这野水已经消给我们了 当你安好身体能赚钱了 再还给我们不就行了吗 董事长 居然是董事长 董事长 你们不知道吧 我们这个楼盘 就是鼎盛极端旗下 他就是鼎盛极端的董事长 杜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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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还不赶快迎接迎接 快快快 他干啥来这儿了 哎 杜总 董事长 您怎么来了 妈 妈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吗 不是 那 董事长 您是不是错人了 我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会有你这么优秀的女儿呢 不可能 妈 我是妞妞 我是妞妞呀 妞妞 知道妞妞 妈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 是您的生日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日 是咱家进城我被人贩子拐丢的日子 以前我们家住平房 门口有两棵香蕉树 我总是一个人在下面写作业 妞妞 你真的是妞妞 你真的是妞妞 真的是妞妞 妞妞 妈妈对不起 妈妈不是故意把你弄丢的 这些年妈妈一直在找你 妈妈 蓝姐 妈 蓝姐 妈 快点 走发去医院 蓝姐 蓝姐 妈 蓝姐 蓝姐 是吧 太感人了 老郑啊 快瞎我一下 看我是不是做梦的 我这 乖了 没事的 这蓝姐当年 师父的女儿 居然是我们的董事长 怎么样怀面 我们俞妞 情况不要紧吗 阿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这些年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导致她身体内多个器官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另外 她还有非常严重的气血不足 短时间内不宜听到太刺激的消息 那我妈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那我妈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 这不好说 快的话今晚就会速醒 慢的话 可能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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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妈 妈 我还没孝顺你呢妈 我们会尽力救治 阿姨现在身体太虚弱 需要静人 谁呀 喂 莉莉不好了 富贵刚从二龙跳下去 受伤了 我现在就过去 富贵受伤了 我现在要去医院看看 下次吧 富贵不是个狗吗 他是你弟弟 是我儿子 这都什么辈分 乱七八糟的 行了 我陪你举一看看吧 从X光片场来看 狗狗的右腿摔断了 需要进行手术 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就好 这么贵啊 什么进口药啊 比人的还金贵呢 富贵他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不在的时候 全靠他陪着我 好吧 刷我的卡 嗯 喂 你好 请问病人齐兰芝 现在在哪个病房 哦 齐兰芝呀 他转到楼上高级独立病房去了 高级病房 嗯 奇怪 是谁会把他弄到高级病房 不会要我掏钱吧 妈 你就在这儿安心养病 啊 先生 你找谁啊 没事我来看我妈 杜总 我刚听护士说我妈准到高级病房了 原来是杜总您给搬过来了 你还婚在过他们生死 瞧您这话说的 我可是出了名的孝顺 来 妈 妈 来 行行 吃个水果 来 妈 别推了 你妈还在昏迷阶段 一时办会醒 我刚 在门外听你说 爸 你就在这儿安心养病 难道 你是我姐 谁是你姐 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 那你就在这儿安心养病 我耳朵不好使 不好意思 我听错了 那什么杜总 您留步 我需要还有点时间 就走了 妈 他就是我弟弟吧 帮我查个人 叫秦玉 查得越清楚了 真是疯了 秦儿会认为杜总是我姐 不过 他既然愿意负责 那就从他身上 多乍点钱下来 妈 这两千块钱 是我暑假打工挣的 你就收着吧 秦少 你回来了 秦少 你回来得刚好 我今天刚发了工资 咱哥几个 下去搓一顿 好啊 你别嫌弃吃的就行 不会啊 走走走 走走走 来了 来了来了 抽象 抽象 你疯了 什么狗屁情商 你们知道你们口中所谓的情商是什么样的人吗 什么意思啊 你 你该很清楚 你大骗子 让我看了 炸了 你 我丽丽虽然败金 但是用着你给我买的东西 嫌恶心 秦少 别生气 他就是被伤害 一时接受不了 你以后也别三妻四妾了 看这事 根据爱惜人士举报 有人在平台筹得上款后 汲取金额 高消费挥霍 以下是本次事件详细经过 这 这是真的 所以那天晕倒的保姆 实际上是你妈对吗 说什么 她怎么可能是我妈 你们忘了那天是我给她送的医院 没有联系到人 就发了个重头 医疗费我早就付过来 这绝对是有些人的抹黑杜撰 找不到家属就赖活上了 倒霉 进 杜总 秦玉 龙原村人 单亲家庭 现在就读与约深蓝职业急功学院 平日里游手好险 喜欢玩游戏 经常在游戏里一直千金 行了 我自己会看 下去找人领钱吧 好的 谢谢杜总 妈 妈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的名声可就全完了 别晃醒 妈骨头散了 妈 事情经过你都知道了 你得帮我 你不是跟妈说 没有重头到钱吗 怎么会这么多 现在不是关心钱多钱少的问题 你要是不帮我 你儿子这辈子的名声可就全回了 到时候我连对象都找不到 你不想抱孙子吗 你怕你说句话呀妈 我倒是想帮你 可你看妈现在这个样子 我咋帮你啊 能帮 能帮妈 你就对外面说 我不是你儿子 我只是一个有爱心的陌生人 而且已经帮你支付完药会了 妈 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我也没想到 是等你毕业以后 去你姐姐的公司上班 给她打个下手 你看看你这样 我怎么开口呀 我姐 妈 你找着我姐啊 啊 怪不得那天你跟我借钱 原来又是为了找她吗 不是 是她来找到我 也是 她给我安排的这个房间 妈 你的意思是 杜雪是我姐 杜总好 妈 你可别怪我心狠 要怪 就怪你醒来的不是时候 你 你要干啥 杜雪 你来了 接到你的通知我就赶过来了 还买了一束花 阿姨今天状态不错 昨晚苏醒后服用了营养药剂 身体各项指标都在上升 再调养个几天 就可以接回家了 谢谢你怀民 嗨 都是同学 跟我客气什么 我还有单手术 一会再过来 杜总 平时这么闲的吗 你什么意思 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杜总 最近经常有空来看我吧 人是我状态 自然要来看看 他恢复得怎么样 你呢 杜总 谢谢我不迟 齐阿姨清醒的时候 你又把他销售给过你 当然了 我可是龙岩村的大孝子 大孝子 那这是 其实那笔钱 是我妈让我捡走的 那堵在手术室门口 不给钱就不让医生救命 也是他让你这么干的吗 这 什么情况 护士 护士小姐 快过来一下 护士 不行 如果我妈死了 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接纳我 必须得让妈活着 最好是永远醒不过来 护士 快看看我妈怎么了 杜小姐 冰床旁边有个按钮 您可以直接呼唤点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这里 不好意思 是我太着急了 谢谢啊 谢谢您啊 满足 杜总 杜总 你干嘛呀 杜总 我想求您帮我干嘛 你先说 我并不是个赌生子 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她从小就走丢了 这些年 我和我妈一直在努力寻找她 包括从你那里要来的两百万 也是我打算拿来找姐姐的费用 你是党老板 认识的人多 只要您能帮我找到姐姐 以后我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你先起来 杜总 您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这些年 为了能找到姐姐 一直在不择手段的告解 是我承认我的人品 确实是低廉了一些 可我妈这些年 风餐露宿受的苦 都是因为她呀 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姐姐 给妈妈一个惊喜 我相信 她的病也一定能很快的好起来 行 我知道了 我考虑一下 谢谢杜总 妈 你说 这有时候死人 要比活人好多了 再活死人呢 那是更管用啊 看来洞穴相信了我的话 都告撤销了 啊 接下来你就受点苦 毕竟你说过 你愿意为我去死的 姐姐不好了 妈出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妈 你刚刚在电话里 叫我什么 我叫你姐呀 刚刚妈醒了 她就告诉我 你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她就又昏过去了 她不能受刺激 又跟她说什么了 我就说 那个李院长对你挺好的 可能是你男朋友 妈一高兴 结果就昏过去了 你 姐 我妈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是 我一直在找的姐姐 是真的 太好了 姐 我总算找到你了 我去找医生 怎么样 院长 我妈她 太监知道了 你说吧 没事的 阿姨她没什么大碍 但长期这样容易昏明 需要进一步做检查 立刻安排全身检查 好 院长 我妈怎么样了 除血糖有点低以外 其他身体数据没什么问题 我给阿姨开点葡萄糖 给她点时间 像鸭药加安眠药 我就不信你还能醒过人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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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呀 走这么快干嘛呀 她姐姐俩到现在还没好好聊 别再纠缠我了 你不配做我弟弟 明白了吗 杜总 不好了 外面有个人吵嚷着要见你 说您是她姐姐 别管她 让她闹 可是 杜总 严总他们要来了 给严总看到了不太好吧 双我再回送你 把她先带到我办公室 让她等 是 杜总说了 在这里等她 不要乱换东西 不能出去 听明白了吗 李李李 我们才几天没见呀 你吃饭吃生意 不认识你老公了 你的钱 我都折算还给你 我不想再借脑 等等 你 你说的什么话呀 不让碰东西 我就碰了 我就碰 哎呀 等我接手了公司 第一个就把你开了 什么呀 这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解放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那什么 我不太舒服 我想去给洗手间 苏总您先去吧 正好大家休息 好好好 莉莉 给大家准备咖啡 好的 臭婊子 自己利用 城市之心的设计口 就要价三个亿 我把那U盘偷走 看你怎么嚣张 就是这个 你告诉什么呢 你要偷什么东西啊 你听错了 那是什么 我刚说 我是 走错路了 走错路了 不好意思啊 什么样的东西 竟然能值三个人 我刚说 我刚说 还有一愿 我也有的 在北京 你进入了 要让你 drift 来 我刚说 下手 我刚说 他现在在我办公室等我对吧 是的对吧东西给我吧好的 这么慢 秦玉 秦玉 你干什么呢 谁让你动我电脑的 我我在办公室等的太无聊了就开了吧游戏 姐你要是不喜欢我打游戏以后我不玩就是了 你看看你自己做的这些破事 逼装装一件件 你不配叫我姐姐 姐听我说 有些事情并不是像你想的 趁我现在忍住没有发火赶紧跟我管 阿姨 阿姨你先别动 我这就去喊医生过来 我说姐你听我 喂 什么 我妈醒了 好 我先马上去医院 你 据 姐 你来了呀 不要叫我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听说咱妈醒了就赶过来 姐 你别生我气了呗 妈没有让我承认你 我永远不会认你这样的弟弟 昏明 你快看一下我妈怎么样了 护士说她已经醒了 但是忽然又会睡过去吗 护士说阿姨长期吃饭不规律 胃酸反流 好痛难受性 可能这会儿舒服点 睡下来 我先检查阿姨的身体 原来是胃酸反流救了她一命 怎么样了 不应该啊 阿姨各项身体指标都已经恢复正常 我也是亲眼目睹她苏醒 正常情况来讲 我会发生持续闷迷的状况 奇怪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这是什么呀 具体是什么 需要化验之后才知道结果 你看我干什么 跟我又没有关系 最好跟你没关系 如果让我发现你想害我 让我查出来的话 我一定把你自己送进去 我怕是 我绝对没有想过要害咱妈 如有二心 我又是不得好死 哎 话中了 应该不至于 她是你弟弟 姐 这可是我亲妈 我看她躺在病床上 我心痛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可能想会害她 还是等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再说吧 阿姨需要静养 我们都出去吧 我回家派护工看护 万一真的错怪她了呢 什么叫万一错怪 是一定错怪好吧 我们走吧 杜总 杜总 不好了 城市之心的几个合作方 全部车子 不跟咱们合作了 什么 算了 没事 没有西家还有动静 只要设计处置在咱们手上 就一定会有合作方 你对外放话 寻找新的合作方 是 喂 我二十分钟以后到 从检测结果来看 阿姨病房里发现的是降压药 不过 阿姨并没有高血压 正常人长期过量服用 会进入低血压状态 是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 秦玉 秦玉 一定是她 秦玉 姐 姐 你为什么要打我 我打你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好好看看 我原本以为你就是贤情爱妇 最多是无赖和不孝 没想到你居然敢誓舞 姐 没有 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咱们吧 这要跟我没关系啊 跟你没关系 这个病房只有李院长和护士能来 要不然就是你跟我 不是你的话 难道是我吗 不是姐 不是姐 你误会了 真的跟我没关系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你还有什么话跟警察说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那可要真的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我吗 警察先生 这是那间病房的监控数据 应该会得人请署 现在你想说什么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呀 可能硬盘有所损坏 你们医院有没有备份 没有 你当时拿枕头干什么 当然是把我妈扶起来 给她撑住后背啊 不然我还能做什么 姐 你这天天这么防着亲弟弟 对外人从来不怀疑一下呀 你别跟她是起 她不配 姐 你站住 你凭什么呀 因为你不配 你最配 你是我姐什么人啊 就让她跟着我吧 她在我眼皮子底下 这样她也不会搞什么小动物 我看她解心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来医院看妈 凭什么呀 这二十几年都是我跟她过的 妈为什么会服用不明药物 在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 你不允许接近她 需要我找保安请你出去吗 妈 你醒了 妈 你醒了 妈 牛牛 妈 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妈不辛苦 妈妈只只想你啊 每天做梦都能梦到你 妈 对了 爸爸呢 爸爸在江城吗 你爸爸他 妈 妈 别过来 妈 你怎么了 是我呀 妈是我呀 我醒你啊 别过来 妈 别怕 别怕 阿姨他刚刚速写 不能受太强力的刺激 金先生 麻烦你先出去 妈 妈 你不认得我了吗 妈 妈 我是你儿子呀 妈 妈 妈 别怕别怕 他走了 他走了 妈 那个秦玉 他真的是我弟弟吗 他是你弟弟 这是 这是什么 哎 三两句说不明白 回头妈再跟你说吧 好 妈妈身体刚恢复 我已经去激动 以后再问 让妈看看 我的妞妞 现在长啥样了 真好看 刚刚出去的院长 是你男朋友吗 是你男朋友吗 我跟他只是大学同学 嗯 你就跟妈好好说说 这些年 你经历的所有事情 嗯 妈 妞妞 我来接你回家 这 这给我的 哎 哎 哎 我小丁想要这么一盆花了 哎 那东西都收拾好了 哎呀妈 这扔了吧 我再给你买新的 啊 那不行 花钱买的 行 哎 全都带回去 我听您的 哎 妈 走到家了 哎 老头子 你看到的没 咱们归底有出息了 有出息了 妈 你先进去 我去停车 啊 哇 哦 哎呀 哦 哎 干啥谁让你乱播的这些东西价值连城弄坏了 你赔得起吗 我我就随便看看不会弄坏的 不会弄坏 你看你刚走进来的脚垫 你知道这地砖 这七 要多少钱吗 把地都给我弄脏了 弄干净 什么事情 大呼小叫啊 周管家 你看这老太夫 我刚躲着地板 又都弄脏了 哪来的要饭 是这让你来的 赶紧给我滚 我不是要饭的 是个女儿叫我来的 这 这是我家 周管家 今天是我接我妈 回家的重要日子 这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不必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妈 村府厨房 准备一些拿手好菜 是 阿姨 请问你女儿是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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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不知道啊 我 管你什么妞妞妈妈 赶紧回 别推我 赶紧滚 出去 好啊 让你滚 你不滚 现在你走不了了 不是我摔的 不是你摔的 那不是说是我吗 是你刚才推我 然后你胳膊碰到我 你下大道就碎了 还在那儿狡辩 我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你弄碎的 是我摔的 这不是我摔的 你们都冤枉我 你这个老东西 这个可是小姐最喜欢的古董 价值可是三百万的 你说吧 拿什么 别碎了 别动 别动 你放开我 你分钱都没有 你来这儿讨债的吧 给我 臭药犯 现在不是你在这儿收拾这些垃圾的时候 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要钱 打电话 我给宁妞打电话 这儿好像是小姐的什么家伙 妞妞 妈我在呢 怎么了 我马上回去了 他们说 他们说 妈弄碎了个花瓶 要我赔三百万 让你打电话 你跟这耍我呢 喂 妈 你说什么 你能听见吗 这该死的信号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我先把他带下去 小姐随时会回来 等忙完了 有的是时间找他算账 你干嘛 你别碰我 我换你 暂时无法接通 关机 什么情况 杜总 您回来了 杜总 您找什么呢 我妈 你看到我妈了吗 没有看到老夫人呀 您不是去接老夫人 还跟您一起回来吗 五分钟之前 穿着绿色碎花 拿着个蛇皮带看见了吗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快坐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师在这待着 等忙完小姐和老夫人的事 我回头再收拾你这个臭药饭的 牛牛 你就算叫再多的牛马 也没人能救你 小姐您回来了 我妈快去给小姐备饭 让开 开门 快点 妈 不可能 还一个车儿吧 怎么可能 是杜总的母亲 妈 快醒来 牛牛 这 这 这怎么办 你 还有你 你们两个被开除了 小姐 我错了 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真不知道她是您母亲 我要是知道她是老夫人的话 就算借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这样 小姐 杜总 求求您给我个机会吧 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呀 给你们机会 我家的家伙你们不知道吗 小琴 琴家 地下 明理 明理哥哥还有脸要机会是不是 明天是我妈 明天不是我妈 你们也能这样推她吗 老夫人 我错了 我永远无猪 不是泰山 求您给我一个机会吧 今天之内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光是找财务清算 妈 我们走 妈 您刚刚是不想帮他们求情 那为什么没有呢 人山 人山被人欺 对 他们就是看您的身家地位才对您好 如果您没全门事 他们就会视你为草芥 这种人不能留 好 妈听你的 夫人好 一人一个 从今天开始起 由你们五个人专门照顾老夫人 老夫人的身体就拜托各位了 感谢小姐 感谢夫人 入夫人 身体健康 肠腻百岁 蹲下去吧 是小姐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去吃饭 好 妈 来 吃水果 不 妈 这是你家 你就大大方方地坐着 能管是磕哪碰哪 我这家就不值钱 行 妈以后都听你的 妞妞 我这不是刚认回你吗 正好 你二舅家闺女 刚毕业 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你二舅 他办了几桌酒席 我就寻思着 要不 带你过去问认亲 好 妈 你去哪我都陪着 也算是认认门 小时候堆积了在他们家 有那么多认识 我就走丢了 来 大家吃好喝好 不要客气啊 来 来 干杯 吃好喝好 来 我现在穿你 不是跟你说了吗 今天是我家琪琪的大日子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真不嫌丢人 你来吃鞋 好歹也穿个合适的 你看看这身衣服 跟个农村老太太似的 咱们本来就是农村人吗 你是农村人 我们可不是 我们家琪琪 已经是鼎盛集团的项目经理了 那太好了 琪琪真是有出息 咱们 你激动了什么劲 又不是你闺女 做鼎盛集团的经理 听说你那个女孩找她了 难不成想让我们家琪琪 给你那闺女抄进去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家妞妞啊 她是鼎盛集团 你那闺女 找着那闺女 人呢 在哪呢 让我瞧 跟我们家琪琪比一比 怕不是山鸡和凤凰的差距吧 就是 我在这呢 二舅 二舅们 这就是你十三多年的女孩 对 这就是我闺女妞妞 好看吧 呦呦呦 你们看看 这一身的名牌 可真是不简单啊 一身的山寨货吧 年纪轻轻打扮这么漂亮 指不定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该不会是 夜店陪酒的吧 你是孩子怎么说话呢 大家伙不要误会啊 妞妞她 不要紧 二表妹 我这身你喜欢什么 我都可以送你 你这条项链 挺漂亮的 这条项链是由著名的设计师江可宁手工印制 由技术集团慈善拍卖晚宴获的 是最耐体 二舅 好眼光 是名镇江城的首富纪总 剑横夫人 亲自制作的 是 爸妈 咱家有这么厉害的亲戚 怎么不早点介绍呀 这项链是真甜 没事 就当我送你们的金位里 但是 我奇迹走到今天 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从来不走绝绝 你到底爬了这种多少次床 才得到他的 我就说的 一个从小被拐走的孩子 能有这出息 原来 用了旁门左道啊 走吧 我们齐家 可是正派门方 不喜欢你这种人 你也看着 不是我不欢迎你 只是 这里 没有你的位置可以坐 你们 我们是成亲成医来祝贺你们的 你们 你们却一刻终了以后 来污蔑我女儿 二哥 这就是你敲出来的好女儿 是吗 你七不懂人话 赶紧带着你个夜长女儿 给我滚 好好 这个七 不认也罢 你滚 滚 妈 该走的人是她们 你说什么 五元以为你对设计 应该是有所天赋 至少呢 在欣赏珠宝的眼光上 应该有所遗传 可惜呀 是无眼光不如 你什么意思啊 王经理 一分钟之内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这装枪作势 经理 你来得正好 鼎盛集团旗下的饭店 竟然出现了配酒外围女 这件事情 必须严肃处理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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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经理 你叫他什么 蠢货 这是鼎盛集团董事长 杜总 什么 他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 这怎么可能啊 王经理 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弄错了 他这是我小妹 失散多年的女孩 怎么可能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 爸 别说了 别说 他真的是集团董事长 杜总 杜总 我是花天娱乐的经理 这是我的名片 请您看一下 杜总 我是龙岗食材的老板 盛海集团总裁林怀生 是我的亲戚 我是赵世佳 杜总 加个好友 这是我的名片 王经理 这就是你提拔上来的新的项目经理吗 这 怎么 不靠提拔 难道是靠实力上位的吗 表姐 就算你真的是董事长 你也不能随便污蔑我的清白吧 我可是清清白白三世 这儿八经坐上来的 我们齐家家风 清清白白 清清白白 我看你们旗下的家风 简直就是捏造事实 一派胡言 恶意伤人 哎呀 小妈 你看我忙的 我忙 忘了让你坐了 来来 行上坐 行上坐 杜总 这是舅妈给你的见面礼 希望你不要嫌弃 这好 妞妞 没事吗 您自己决定 以后 咱们断绝关系 老死不想往来 哎 妞妞 我有点不太舒服呢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我们回去 哎 哎 哎 别走啊 别走啊 哎 哎 别走 哎 别走 都怪你这个外家娘们 天天叫错着我 排却我小妹 要不是你 能有今天 妈 您还没跟我说我爸爸呢 爸爸在哪啊 你拜他 人已经没了 你爸为了找你 一天打午凤空 有一天呢 在宫地上 累得实在是不行 一不小心就 哎 妈 没事 您回头带我去看看他吧 我跟爸爸说 我跟妈妈现在很好 我跟妈妈团聚了 好 喂 莉莉 杜总 不好了 公司来了一大帮人 说是你亲戚 现在吵着要接你呢 你先稳住他们 我马上到公司 好的 妈 公司有事 我先去处理一下 很快就回来 路上小心 别着急啊 哎呦 瞧我这脑子 刚想起来 妞妞小时候 一直爱吃我做的芋头糕 我这就给她做去 喂 喂 哎弟妹 是我啊 秦玉他二叔 啊 他二叔啊 啥事啊 我听说 你失散多年的闺女 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 孩子真有出息啊 是是是 有出息 那太好了 这不秦浩马上要结婚了吧 我正陪他挑车呢 手里钱 有些不太够 你看看 能不能找你闺女 借点钱给我呀 他二叔 你看 用多少啊 我看我手头够不够 不不不不不 三百万 啊 不对不对 四百万 叫什么法拉利 虽然购置税一套下来要四百多万 这黄主郎给几百年 没安好戏 喂 喂 啊 挂了 叔 就这白眼狼 平时找你借钱 屯儿跑得比谁都快 这会儿他缩在杜雪家里不吭声了 可不是 刚反正就不认识咱这帮亲戚 可怜我哥 尸骨为寒的 行了 叔 别好了 我爸都走多少年了 你算算 这些年你一共借给了他多少钱 咱找他算账去 啊 我没借给他 我的钱都你耍实管 你 那我这些年的生活费上大学的开支 你一点没帮过吗 那都是你妈自己挣 我的钱不得留给秦浩 我的儿子也还要取劳 好啊 你们一个个的啊 说起来沾亲带故的 杜雪现在是不让我靠近我了 你是可以远离我们一家 嫌我妈穷 带着我是雷律脱油瓶 是不是 别生气啊大臣 什么说妞妞都是我哥的 走 我带你去他公司找他去 我就不信 他还能把我赶出来不是 是是 走 让我爹起来的 让我爹起来的 这不敢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谁 我们是二哥 让开 我 我是杜雪杜总财二叔 他爹秦亮 是我哥哥 咋人啊 你咋人啊 你咋不说咋人啊 咋人了是吧 啊 有没有办法了 有没有骗你了 你们干什么呢 都给我让开 不要走在户子的口 再闹我就报警了 告你们军中闹事 好啊 报警你去啊报家 谁怕你啊 报警 还不 来叔快起来 娘娘啊 我是你二叔秦大贵 他是你亲弟弟秦玉啊 是啊 我是你弟姐 你后来家里找我就行 不要去公司 影响不好 你看 真豪华呀 说吧 你们俩有什么诉求 娘娘 咱一家人不说两个话 这些年为了帮你妈找你 你二叔我是出了不少力啊 二叔都帮了什么忙 说来听听 只要有我老亲家在一天 你妈百年去世之后 就不会进不了祠堂 现在啊 可算找了 你看咱都是一家人 你一个人支撑这么大 多累啊 秦玉是个有能力的好孩子 让她去你的公司帮你 你看成吧 娘娘 娘娘 娘娘回来了 妈 哎草子 让秦玉去公司帮你 你看成吧 你说句话呀 你尝个别 你个臭东西 滚 滚 滚 臭东西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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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轻点 你忍着点 哎呦 那真的你要疼死我 猫手猫脚的 是谁猫手猫脚挨揍了 多大岁数了还吃我解豆腐 哎呦 你别生气 我说他呢 为老不尊 又不是想给你求来一关半职 不至于吗 我 秦玉就这么想去我公司为我效力啊 当然了 简 你可是卧偶像 公司正好缺个实习生 我让莉莉安排一下 秦玉呢 咱都是老秦家的种 秦玉都能在鼎盛集团当个项目经理 你秦弟弟怎么着也得安排个总经理 就是 至于薪资嘛 有个一二百万就行 哎 你这不长叫 老公 秦玉的秦玉 秦玉是为你带坏的 这么大房子 这么大的企业 就不能让老秦家战争光 我这就允许你们秦家走后门 秦玉她就有能力吗 妈 妈 没事 你别管了 谢谢 您坐下 行啊 这样吧 秦玉跟秦玉来赏公平竞争怎么样 就我们家秦玉这能力 当个董事长的绰绰有余 好男不跟女动 姐 就凭我和你这层关系 当个项目经理都屈才了 更何况一个破实习生 对对对 秦玉说的对 依我看 你就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秦玉做 我让他给你安排个部门经理 滚出去 你 你说什么 滚出去 秦兰芝 有你这样教女孩跟长辈说话的吗 长辈 那门子的长辈啊 我高攀不起 我妈吃苦受难的时候 你在哪 生病住院你在哪 不是我不肯帮你妈 我家里也需要用钱 你婶婶又没有工作 但凡我有多余的钱 我一定会帮你妈的 保安 请他们出去 管 你来真的呀 秦兰芝 管 女儿这样对长辈 以后会造报应的 姐 妈 我饿 真的假的 真的 饿死了 想吃您给我做的饭 好 妈 我来帮你啊 我来帮你啊 妈 在那些亲戚以后上门 我会安排专人接待的 您不要生气了 医生说过了 你在短期内不能接受刺激 这种话 我知道了 本台独家报道 我是知名企业家杜雪 疑似人设坍塌 六亲不认 下面是记者采访画面 我是秦大贵 杜雪的秦二叔 当初他家里没钱读大学 是我们公职上大学 现在出息了 就忘恩负义 不认识我们这些亲戚了 妈 不看了 吃饭 气得我哆嗦 不行 我得告诉他去 妈 妈 妈您坐下 妈 咱公司有法务 有江城最好的律师 他们会处理好 咱俩分开这么多 我现在只想珍惜 我们俩当下的时光 什么猫猫狗狗我不在意 随他们去吧 妈 您的身体才是我最关心的 行 咱不管他了 吃饭 咱不听他们胡说八道了 喂莉莉 杜总 不好了 咱们好多合作方 看了新闻报道 不想和我们解除合作关系 另外 另外什么 另外城市之星这个项目 已经开始开发了 开始开发 不可能啊 他们没有图是怎么开发 恭喜苏总城市之星项目启动 据说本次项目没有与鼎盛集团合作 请问城市之星的设计图 是由哪位设计师负责 大楼的安全性又能否得的报告 各位 是这样 鉴于杜总的人品问题 我相信各位在新闻上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我今天正种宣布 从今往后 我们拒绝一切和鼎盛集团的合作 关于建筑设计稿的安全性 我们也交给专业人士进行检验 在安全性方面 远超顶盛集团给出的方案 苏总 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新进设计师呢 当然可以 来吧 让我们掌声欢迎城市之星的设计师 秦宇先生 大家好 城市之星是我的设计首秀 由我 历史三 快开始 杜总 他怎么来了 他来得正好 看我今天这样子 怎么身败名裂 杜总你好 我是江城网标的记者 请问您对于苏总的城市之星设计图 有什么看法 杜总 听说您与公养您上大学的兴起 断绝了关系 这件事事实际属实 您在大楼面前树立的人设 是在作秀吗 如果你是来祝贺我 我会热烈欢迎 如果你是来捣乱的话 杜总 那么不好意思 我会找人把你请出去 我是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今天这里是我的主场 有什么东西属于你呀 各位 我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杜雪 城市之星的设计图纸 是我杜雪一笔一画 从建模开始组建 苏大强 不问自取 就是强盗 没想到城市之星居然是出自杜雪的熟品 逼我看 八成是他嫉妒人家的才华 穿门过来找茬的 好了 随着我们天才集团之前的合作商 的确是鼎盛集团 但是由于考虑到杜总你的人品 我最后还是决定 大胆采用新人秦宇总设计师给出的方案 杜总 怎么到你嘴里 这个办案就成你了呢 秦宇 你敢承认那个图纸是你自己做的吗 没错 这套设计方案 就是我做的 你看我就说了 杜雪其杜别人的才华 所以才来找茬的 看来之前的作品 也是盗取他人的作品 建议查一查 成了杜总 你是江郎才进的 还是极度心作祟 为何做出这样短视的行为 自我出道以来 每一份设计稿纸背后 都有我自己的专属标识 什么标识 你不要乱说 好了 我们没有时间在这儿和你胡搅蛮缠的 都总请你离开 不要耽误我们发布会的正常进行 在座各位 我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杜雪 也是城市之星的总设计师 在我完成初稿之时 这张图纸的背后 城市象征城市之星的星星上面 有我自己的专属标识 而他们两个 就是偷走设计图纸的小号 小号啊 如果这是真的 那这可是大号啊 能不能有点脑子 这很明显是他专门嫉妒人家的才华 来恶欺人的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放大看 可以看到一个雪花的标识 没有啊 在哪呢 没看到 没看到啊 正如我所说 杜总 我才是城市之星的设计师 而你 就是七世道明之辈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鼎盛集团的杜雪杜总 是我的亲姐姐 姐弟 你想到啊 姐弟俩都是天才设计师 姐弟大战 必有头条啊 这些年 鼎盛集团大部分设计作 皆是出自我之手 是他 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天才设计师光环 秦先生 你别太伤心了 你放心 我苏大强 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 打败这个七世道明的贼 你们两个可以 鸡鸣狗盗 狼狈为奸 大家好 这个人我认识 新闻报道上就是他 好像是杜雪的二叔 我是杜雪的二叔 今天我要大义灭亲 撕破杜雪 毁善的一面 图片上这个女人 是我大哥秦亮的老伙 杜雪的母亲 我不说出她的身份 你们也不敢相信 她是鼎盛集团董事长 杜雪的母亲 她的亲妈 生活糊 她不但拒绝支付赡养费 还开车撞她 试问 你怎么瞎得去手啊 杜雪私人大师 身份都是假的 原来她是这么坏的人 以后我再也不用 鼎盛集团的任何东西了 各位 坐我一起 抵制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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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明 你没事吧 不碍事 杜总 请问刚刚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各位 除冰山的女人 确实是我的母亲 但是她为了 供我弟弟上学 才去工地里 泄水泥的 而那次车祸 是你 巧立明目 逼咱妈要钱 把咱妈逼上了绝路 我的好姐姐 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说什么 妈为了供我上学 去工地做最苦最累的活 我想问问你 几万块的学费 对于你来说很贵吗 你忘了当初 我们这些穷亲戚 怎么供你上大学的吗 你这个白眼狼 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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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 你们不要相信她 她赶紧老天白 出去 白眼狼 出去 白眼狼 诸位 在我很小的时候 人贩子拐走了我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在找我的家人 直到这个月 我才找到我的母亲 齐兰芝 而这些照片 是在我找到她之前发生的 各位 杜雪你是所言 都是真的 她寻母的记录 在警局有备案 原来是这样 这不是医科太刀 李院长吗 李院长人心人术 她说的话 我愿意相信 李院长 我相信你 李院长 我也相信你 杜雪寻母多年的事迹 好像听说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是啊 我也相信她 我也相信她 诸位 安静 我们今天讨论点是杜雪 她是个超习惯 你说 你是城市知性的设计师 那么请你告诉大家 上面这根柱子 是干什么用的 这就是根承重柱 你可能连城市知星 为什么叫城市知星 都不知道 因为它如同星星一样 像一座天空之城 它的通体 都是由力学原理搭建的 没有一根柱子 是承重柱 你连最基本的设计图纸 都看不懂 你是不是没有想过 它为什么都装满了磁力装置 因为它就像一个 悬在天空中的天空之城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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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天空之城 真不愧是天才设计师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城市知青的问世了 什么狗屁天才设计师 你们这会快就忘了 他开车撞他妈的事了吗 对 白眼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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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们的杜总呢 确实很有才华 我也承认 他的天空之城 但是呢 和他的人品相比呢 不及他作品的 万分之一 所以我今天啊 我们打算启用另外一套方案 各位请看大屏幕 大家现在看到的 是我们天泽集团首席设计师 林平先生设计的 正好 也符合了城市知青这个概念 各位评委意下如何呀 这个看着也不错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看照片 我这里也有一些照片 大家一起欣赏 妈 不是让您在家休息吗 您怎么来了 没事 妈身体好得很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欺负你的 宿舍看起来和他妈关系挺好的 是啊 你看他妈看秦宇那眼神 仿佛又吃了他 你这人干啥呀 妈 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我一把死一把 你要把你拉扯大 你现在费了钱 你竟然想责死我 你怎么下来亲手 妈 妈 我们修复了病房内的监控 看见秦宇 谋害阿姨的证据 妈 小姐你原谅我吧 妈 我是一时糊涂 求您原谅我 我是一时糊涂 我一时毁闭心窍 妈 嫂子你看小玉她都知道错了 你就消消气吧 你求 消什么气呀 她那是让我心寒 你知道吗 请看大屏幕 冲上 秦宇先生 不光盗窃他人设计成果 还加害自己的母亲 做出弑母的举动 众筹平台的爱心捐款 更是被他肆无忌惮地挥霍 网传 堵在手术室门口 威胁索要钱财的人 还是他 秦宇先生 走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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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跑 给我靠住 不要 妈 不要这样 我知道错了 不要 快走 妈 妈 妈 我们回去吧 妈 等等 经过我们几位的商议决定 城市之星的项目 还是交由鼎盛集团来做 杰先生 城市之星的项目交给我们天策集团来做 你怎么就 抱歉 从始至终 我们认可的都是杜总的设计方案 谢谢 欢迎 刚才多谢有你 别这么见外 阿姨和你都好 我才能安心去上班 您好 我们接到举报 你涉嫌贩卖儿童 现在请你回去配合调查 警察先生您搞错了吧 我妈怎么可能是贩卖儿童嫌疑人啊 错什么错 就是你这个人贩子 还我儿子 你搞错了 不是他 不是他 上一边死 那就是你 还我儿子 你又弄错了 错什么错 就是他 他就是那个老人贩子家的小人贩子 你一家子人贩子 你们不得好死 你冷静点 你干什么呀 你妈怎么可能是人贩子 他 他拐卖谁了呀 他拐卖谁了 他拐了我儿子 秦玉 秦玉是我弟弟 让辟 血型对不上 在那门子弟弟 就拿去儿子是吧 你妈去儿子就偷我儿子 还是不是人呢你们 阿姨是血型遗传机制复杂 阿姨是阴性属于隐性遗传 只有一定的几率会遗传给孩子 别慌 先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 怎么回事 秦玉不是我亲弟弟吗 妞妞啊 妈妈没有拐卖孩子 秦玉 是我和你爸 在路边捡到的 妞妞 妞妞 看到这个小女孩吗 没看到 我没看到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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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不哭 不哭 这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在这儿啊 多着急啊 这家里大人 哎呀 多着急 不用找了 这孩子啊 是被人遗弃啊 巧克力啊 不哭不哭啊 事情就是这样子 但是时间到 亲自监力结果出来了 秦玉确实是许会的儿子 秦女士需要接受我们调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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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谁让你们强查 民宅的 这娘们什么人啊 不知道啊 没见过 胖娘们 别多管闲事啊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我管你们是谁 这是我家 你们动不能动 立刻给我停止 是你家就好了 赶快把自签了 非法强拆 你们上面领导就是这么教给你们的吗 哎呀 你个臭跑娘 嘴真毒啊 你这 哎哎 别冲动 别冲动 上面不是敲了吗 必须得当事人签字 你干什么 啊 这不就好了吗 哎 是你啊 哎 字已经签好了 再不滚 一会伤到你 休怪我铁锤无情啊 哎 别啊 这娘们虽说脾气暴了 那是颜值还是在下 哎 弄坏了可就可惜了 哈哈哈哈 喂 一分钟立刻给我滚到村子里面来 我妈不是人贩子 我妈真的不是人贩子 要证据 证据越快越有力 对 要证据 那封信就是证据 我妈说在老家 湖城 被车 我要去趟湖城 好 奇怪 杜总怎么会突然要去湖城 喂 董事长要去趟湖城 你负责那边的接待工作 哎 好的 李密 没错 就是这儿了 住手 董事长来到湖城 直接去了村里 一定是董事长微服司法 怎么会拆尖进度太慢 哎 哎 王总 我给你们十分钟时间 立马把村里的钉子户 全部拆掉 啊 是是是 保证完成任务 嗯 哎 哎 哎 沈静 下 就要被你成肉泥了 我看你们谁敢动 不许动 不行 我得自己去一趟 哎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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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啊 你个臭娘们 啊 你不想活死远点 别赖了我这 寻死 走走走 活该 我看你们身边拆这房子 你说不能拆就不能拆了 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啊 对 我就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 杜雪 啥 哈哈 哈哈 你要是董事长 我还是董事长的爹呢 看你是个女人 懒得跟你气脚 可别蹬鼻子上脸啊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走走走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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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停这儿了 嘿嘿 您怎么亲自来了 您放心 再给我两分钟 我们马上给他搞定 臭臭臭 就知道臭 还不赶紧把这房子 给我拆了 啊 干了 干活 干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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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停停 赶快给我停 王总 您这是 你们几个是不是疯了 没看到董事长在这里 伤了董事长 你们有几条命 给我赔的 他真是董事长 真是 完了 完了 王总 您怎么会在这里啊 完了 我的行程还需要跟你包备吗 是 是 李特主交代过 你来微服私房 视察工作 您放心 这几个丁子户 我们很快就能搞定 一星期内 完成这片区域的拆迁计划 你知道这是谁家吗 听说是一个寡妇的家 她常常在外打工 我们联系过她几次 她不愿意搬 说是什么 要等她女儿回家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就是这个女儿 什么 这是您家 我有没有教过你 鼎盛集团不允许非法强拆 交过 您听我解释啊 我是 真不知道这是您家呀 我一定要知道 就算您借我十个打 我也不敢这样多安我 不是我家就可以拆了吗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你们几个 你你你 全部给我开除 都走 扔了我们吧 都走 都走 谢谢赌宗 就是他 找到了 我不是人贩子 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不是人贩子 别在这磨叽了 你说警察组织啊 这都过了二十四小时了 不说了 我儿子就是被他拐走着 麻烦你们 赶紧把这个人贩子抓起 把我儿子放出来吧 齐兰芝女士 二十四小时之内 如果您不能证明 你无罪 即日起 将您转交给上级机关 等等 等等 妈 我回来了 妞妞 妈 妞妞 别着急 我马上能证明你的清白 警察先生 这个 能证明秦玉 是我妈捡来的证据 有点时间 我需要鉴定科 鉴定神殿的真伟 秦女士 我相信你的清白 警察先生 我申请取保护身 我要带我母亲回家 可以 来 妈 多吃点这个 对身体好 好 来 我们家妞妞也多吃点 谢谢妈 妈 小雪快生了 不能吃太辣的东西 那太相吻了 她就爱辣的这一口 来 吃 妈 她就是怕孩子太金贵跑了 还是听她的吧 你这小丫头 有了老公 忘了娘是不是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这样 我从现在开始 我只吃素的 为了宝贝 能平安降生 也为了妞妞 能顺利生产 一切平安如意 妈 咱该吃吃啊 怀民是医生 她会照顾好我的 对不对 那当然 没听他们说吗 我可是 医界太懂 出去了好好做人 别再进来了 您是 孩子 我是你的亲生母亲 你看一下 这是你的亲子 鉴定报告 先上车再说吧 这里居然是我家 儿子 快来 这里就是自个儿家了 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是富豪的儿子 儿子 你在很小的时候 你就被人贩子拐走了 这些年啊 妈一直都在找你 直到前些日子 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消息 这才找到你 那这么说 那齐兰芝就是个人贩子 不是 我得去找他 儿子 咱先不着急找他 这个 儿子 这是你爸的公司股权 转让合同 先把他给签了吧 天哪 妈还能骗你不成 你爸这身体啊 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就希望啊 你赶紧把这公司 给继承过来 好好经营 快签吧 快签吧 好嘞 这样就是你自己家了 你放松点啊 把家里都熟悉熟悉 妈先去医院看看你爸 没想到我竟然真的成了富二代 还钱 你们谁啊 哎 你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还钱 什么还钱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 你继承了动成集团的财产 那么债务 也一并继承 我告诉你 你今天 如果不把三千万的债务还了 你就等着被丢到海里 喂鲨鱼吧 我 我没想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还 我还 刚刚吧 没钱 怎么现在 有钱了 我没钱 但是我姐姐有钱 我是丙生集团的组市长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可以给你们凑齐三千万 妈 您没事 多休息一下 这些东西交给管家弄一些 不碍事 我就想着 等我孙子出生了 能吃上我亲自种的 有老有小 一家幸福啊 孙女不行啊 肯定 肯定行啊 大太阳子 你出来干嘛 再动我胎气 走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我们就一秒 好好好 我扶你 走 别动 儿子 别动 别冲动 放下 秦玉 放下 别动 快放走吧 我们是一家人 有什么话不能说 闭嘴 你要叫我儿子 我不是你儿子 小玉 小玉走行了吧 我求求你 你放手 别冲动啊 我怪你 又不是你 我怎么会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姐你干嘛把我捡回家 你被抛弃到街头了 我不救你的话 看你等死啊 闭嘴 秦玉 你到底想干嘛 我要钱 给我五千万 我立马就离开 不然你们就等着后悔一辈子吧 好好 秦玉 我答应你 你先把我抱起来 钱 我要是见着钱 牛头 雪儿 牛头 别过来 牛头 你别过来 不然我现在就送他走 妈 别跑 我求求你了 我吵了他 想赵二十年 这样 拿我的命换行不行啊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妈 你怕妈在呢 妈我知道错了 妈 妈 妈 牛牛 牛牛 别担心 我可怜的孩子 妈 我可怜的孩子 别担心啊 妈 我在呢 啊 牛牛 牛牛 我可怜的孩子 坚持住 不好了 是大猪血 她的心里正在下降 快去血鬼掉血 牛牛牛 牛牛牛 我女儿怎么样了 阿姨 居然遇到大猪血 情况好危急 姐姐 你放不掉我 啊 大猪血 血不够用 心里还在下降 抽我的血 听说了吗 那个妈妈输了1600cc的血 差不多是举报的血 可能连天下父母心呢 女子本弱 为母则高 是 妈妈 妈妈 还又在 后年 给我打 很多 电话 妈 妈 怎么会做这样的妈 芹芸这孩子 最近需要抱个补习班 缺点心 还是个好孩子 你妈 我愿意做任何事 哪怕是亲死 你是合事 想个孕师吧 特别孝顺 我现在上大学了 有时间可以去到连工 以后 你不用给我赚什么费了